那以整個下雨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受到丹納斯颱風的影響 整個下雨的狀況 從下午一直到晚上這裡 在東半邊的降雨會稍微變得比較明顯一些 而且也不排除今晚一直到明天 會有一些局部較大的雨勢 明天白天的時候 整個台灣地區下雨的狀況 會變得比較顯著一些 不過我們如果看一下 現在丹納斯颱風的一個結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它低層的環流還是非常的清楚 不過由於跟東邊的這一團 雲系靠得比較近一些 所以未來如果說這兩個低壓 丹納斯颱風和東邊的這個雲系 有合併的趨勢 變得更明顯的話 那路徑有可能再往東做比較大的修正 到時候也許陸地的部分影響的程度 就會比較明顯的降低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還需要再多一點的時間再來做研判 那因為在整個低壓帶之中 這一種低壓以及颱風 甚至一些比較弱的天氣擾動的系統 在預測上會相當的困難 所以我們未來還是會持續的關注 那另外在明後天之後的話 這一團雲系如果發展為低壓 甚至發展為熱帶性低壓 如果逐漸北上的話 也會為台灣的中部和南部地區帶來 比較顯著的雨勢 所以從一週的天氣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主要是受到丹那斯的影響 那明天之後會往東部的近海 或近岸的附近來往北走 那之後的話 這個低壓有可能逐漸的發展 那往北來移動 甚至也不排除有發展的熱帶性低氣壓的狀況 所以整個下雨最明顯的時間 應該會落在明天開始比較顯著的降雨 再來就是星期五的時候 如果這個低壓有順利的增強 而且上來到海峽的部分 整個西半部 尤其是南部跟中部的雨勢 就會變得比較顯著一些 以上是這一節的最新